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年本拿比13歲女童遇害案 被告Ibrahim Ali繼去年被判一級謀殺罪名成立後 今日依例被判處無期徒刑 25年內不得假釋 被告的量刑聆訊今日在卑斯最高法院進行 其間遇害女童的家人及親友 分別透過受害人聲明 表達本案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遇害女童父親的聲明 是以影片形式在庭上播放 她表示家人在得知女童的死訊之後感到巨大悲痛 她更用頭撞長直至流血 亦都想過要自殺 被告今日以視像形式應訊 在女童父親的影片播放期間 她一度用手指塞著耳朵 去絕聆聽受害人的聲明 Ali繼在去年12月被裁定一級謀殺罪成 今日被依例判處終身監禁 25年內不得假釋 她今日在獲得發營機會時 仍然否認罪行 並表示自己沒有殺害女童 亦都沒有去公園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言證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W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產 The Winning Team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 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 地產豐富經驗的Winning Lamb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er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蘇里今早發生暢殺案 警方確認案中一人身亡 更在案發過後 無奈在市內另一處發現有車輛被焚燒 被施整合空案調查組挨脅 亦將介入調查 蘇里奇警今天指出 警方在今早8時46分接報 指164階甲十路附近 一個住宅區發生暢擊案 警員到場後發現一名成年男子身受重傷 其後當場身亡 而疑犯相信在案發後駕駛一輛貨車逃離現場 警方在案發不久後 亦接到有車輛被燒毀的報案 並在McMillan Road 18500號區內發現車輛 警方仍在搜證階段 初步未能確認被燒毀的車輛 是否與本案有關 蘇里奇警已知會IHEAT介入調查 有線索的民眾可致電 1877-551-4448 或透過電郵聯絡IHEAT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是加拿大最佳 Outlander PHEV 銷售商 過源最多 價格實惠 Outlander PHEV 插電式油電混合多功能車 政府及廠方優惠高達8000元 雙摩達全輪驅動 還有10年Warranty和蠔華設備 配備Bose品牌高級音響和前排按摩座椅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提供多種語言服務 是Google評級排名第一的本拿比Mitsubishi銷售商 夏天到了 旅遊回鄉探親上送優質養生產品做手信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止有優惠 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還有滋保養人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精美麗合裝選購 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加拿大統計局今天公布5月份的勞工市場數據 比斯山失業率為5.6% 仍然屬全國最低 大概比4月份有所上升 本山的失業率較4月上升了0.6% 但仍然低於全國平均的6.2% 而就職人數的下降主要來自公營機構 在5月期間 私營企業的就業人數增加了3,700人 而公營機構就減少了1.26萬人 知故人士就增加了1,000人 省就業經濟發展及創新廳長貝亞麗今天指出 本山的就業情況仍然在面對高利息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穩定 私營企業的增長尤其強勁 較去年同期增加近3.3萬個職位 在本國國省中排名第二 他又指雖然遲利 但省夫仍然歡迎央行今週公布的減息 因為對於有貸款和贈務再生的人 以及因為利息而面對高借貸成本的企業來說 仍然是一個好開始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治瘡、外治、混合治、肝瘤、肝瘤、肝裂、肝瘤、肝瘤等 創痴人陳國二院長的國二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打電話604-559-6177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跟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南山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多倫多公車局的罷工事件 在昨晚最後一分鐘宣布暫停 而代表加拿大邊境服務局9000員工的 加拿大公共服務聯盟 也在今天下午4時後 在協調員協助下 勞資談判仍會繼續 所以在下星期三之前 工會不會採取任何工業行動 又是在最後一分鐘宣布暫停工業行動 之前工會說過 如果在下午4時的截止時間之前 不能跟資方達成協議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員工 就會立即採取拖延時間的工業行動 到時機場、邊境關口 隨時都會出現入境旅客大排長龍的場面 現在不是達成協議 而是在等調解員協調雙方分歧 協調不行 下星期三又隨時會有工業行動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一共有員工 11000人 是由海關和移民工會代表 隸屬於加拿大公共服務聯盟 一旦工業行動開始 可能會有超過9000員工參加 當中包括在機場、陸地和海上入境口岸工作的服務局員工 但是因為服務局的執法部門特性 員工就算開始工業行動 他們都不可以離開崗位 他們有大約90%人的工作性質 是被認為是必須的 這個意味著 他們必須繼續從事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們可以自由參加工業行動 這些工業行動 可能是包括了按張工作 即是員工可能會用吹無求疹的態度來進行工作 例如服務局的員工 原本對入境車輛採取抽查方式 但是在工業行動中 他們可以對每一架車的乘客都進行細緻的盤查 要求對方回答所有可能的問題 所以如果他們按張工作 入境的卡車、旅客 是很可能要大排長龍 而造成極大的混亂 因為每天都有很多人要通過邊境 加拿大副務委員會秘書處說 根據聯邦公共部門勞資關係法 被視為必不可小的工種僱員 必須提供不間斷的服務 不能夠故意拖慢邊境的處理速度 郡國華明天6月8日星期六天氣預告 日間晴雲雙間氣溫最高22度 內陸地區氣溫更可能達到26度 晚間多雲氣溫最低13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明豹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記得按LIKE和SHARE這條片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異 是巧合還是特意 總理杜魯多的好多事 做起來都是騰騰呱呱呱呱騰 不清不楚很容易招人非矣 不過他似乎習慣了 你有你講 他有他繼續我行我素 好似聯邦政府在上個月底 又批准了國家壽都委員會 買入厄泰華市中心一個物業 而這個物業又被人發現 業主之一的皮特菲爾德 是杜魯多的長期好朋友 這個物業是在厄泰華市中心 Spark街 Ocorner街的街角 距離國會山莊一個街區 書物園已經在今年5月24日發佈了書物園令 批准了國家首都委員會買入這座物業 總理辦公室把有關這宗交易的提問 轉了給聯邦公共服務和採購部的發言人柏特蘭 柏特蘭說 是透過國庫委員會的程序提交給書物園長官並獲批准的 這一類的收購 只是需要國庫委員會的批准 而不需要獲得總理或全體內閣會議的批准 皮特菲爾德在回應傳媒的一封電郵中聲實 他在這間公司擁有所有權的職位 但是他沒有跟總理或內閣裡任何人討論過 關於出售這個物業的事情 根據這間公司的註冊記錄 皮特菲爾德和這間公司的唯一董事 他就是厄泰華律師卡德尼 他們一起名列這個物業房屋案設文件裡 這間公司在2014年用了480萬買了這棟物業 物業是一棟三層高的建築物裡有辦公室、零售空間 以及位於一樓的餐廳 在辦公樓裡的加拿大2020公司 是一間與聯邦、自由黨有關聯的智庫 而皮特菲爾德是有份創辦這個智庫的 國家首都委員會說 這宗交易目前未到最後敲定 也沒有透露這一宗交易是涉及多少錢 皮特菲爾德和杜魯多可以說是世交 杜魯多做總理的時候 皮特菲爾德的爸爸就擔任書物院的秘書 皮特菲爾德的太太 是滿地海的聯邦自由黨國會議員蓋尼 他曾經擔任過加拿大自由黨黨主席 皮特菲爾德夫婦 他們曾經在2016年與杜魯多一家人 一起去巴哈馬度假 而那次杜魯多專員出現了 杜魯多乘搭慈善家兼精神領袖阿加漢的私人直升機 去那個私人島嶼度假的時候 是觸犯了利益衝突法 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巴雷特曾經在2021年 向聯邦道德專員投訴了皮特菲爾德和總理的關係 投訴的內容是涉及聯邦政府 和皮特菲爾德的數據分析公司 Data Science 簽訂的合約 當杜魯多在2013年 國族聯邦自由黨的黨魁的時候 皮特菲爾德曾經擔任他的首席數碼戰略史 他還在自由黨的競選活動裡做過屢次的工作 兩個人這麼千絲萬縷的關係 你無論怎麼說 你真是很難做到所謂清者自清的 多倫多公共衛生局呼籲居民關注 最近腦膜炎已經釀成兩人死亡 市內錄得13例 是2002年以來最高 衛生局呼籲公眾接種腦膜炎疫苗 除了加拿大 包括美國在內 一些國家今年以來感染病例數目顯著增長 腦膜炎可以發生在任何年齡段 最容易感染人群5歲以下嬰兒、十幾歲青少年 和未接種疫苗的青年 衛生局也建議準備參加6月底至毫月 帶遊行的人士提前接種疫苗 衛生局還說 及時接種疫苗是預防感染的最有效方法 18到36歲沒有接種過疫苗的人士 合資格納入政府資助的公共免疫系統 父母、家務人和護理人員 應該確保小蚊子及時接種疫苗 根據安省學生免疫法規定 年齡在12個月到7年級的兒童強制性接種疫苗 錯過接種的學生 可以去到衛生局當地的疫苗診所免費接種 但是需要事先登陸衛生局網站預約 一款在加拿大售出了37,88盞的充電燈 由於有安全問題因時被廠家回收 這款充電燈在美國已經引致有人死亡 在發生了一宗消費者死亡的個案後 美國伊利諾州的一間燈具公司 正在美國和加拿大 照回超過120萬盞核充電燈 根據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6日發出的通告 燈具公司Good Earth Lighting的雜誠燈條中的電池 可能會過熱並導致設備起火 可能會構成嚴重的銷霜和吸入煙霧的風險 去年已經有一宗消費者死亡的報告 還有一宗有人因為吸了煙霧而接受治療的報告 原因是可充電燈導致受害人的家中起火 燈具公司還了解到 有另外9宗相關產品過熱的報告 其中有6宗導致火災和財產的損失 Good Earth Lighting為受影響的消費者 免費提供提換的燈條 消費者可以通過與這間公司聯繫 或者瀏覽這間公司的網站 了解有關註冊的更多信息 包括如何安全地棄置正在照回的燈具 而加拿大聯邦衛生部今天也宣布 照回在全國銷售的幾萬個電熱水壺 這些需要照回的電熱水壺的底座可能會過熱 在插上電源之後可能會溶解電線上的塑料 從而引發火警 接至5月底已經有3宗電熱水壺底座過熱的事件的報告 幸好沒有人受傷 有這款電水壺的人請檢查一下 如果與現時所顯示的型號相同的話 那就是被照回的產品之一 如果你發現你的電水壺在被照回的list裡 請立刻停止使用 並前往相關的商店 領取一個同等價值的新電水壺 消費者可以在Hardstores的官網查看 就近的門店地址 以及每間分店的電話和營業時間 近期香港人熱議的76歲河伯 迎娶46歲內地背景女子 提及河伯記住身份妻子的公屋單位 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房屋處長羅淑貝今天早早清 房署正調查個案 確認何罷非公屋住戶 他不應該在公屋內居住 羅淑貝稱明白市民關注有關個案 稱當事人十分高調 如果房署不調查 社會大眾會覺得不妥 他又提到如果當局收到舉報 有住戶在內地擁有資產 就會向內地當局求助和確認 獲取相關資料 羅淑貝表示 截至公屋住戶申報表交表限期當日 處方收到約二十萬申報表 即約八成 稱過往也有住戶持交申報表的情況 強調持交住戶會跌入雷達 越持交的申報表 會越認真檢查是否有可疑 如果持交表的住戶有合理解釋 和可提供證明 廚方會接受 但如果他們再不交表也無解釋 會假定無意繼續租住 廚方將發出收留單位通知書 羅淑貝也指出 將於今年十月和明年十月 要求全長者戶申報居住情況 至於會否要求他們申報資產和住宅物業 他稱要小心處理 因為長者退休之後 有經濟支持十分重要 上輪申報的八點八萬戶中 廚方將六萬多宗個案 分批於土地註冊處查冊 當中二百二十個有住宅物業 廚方針對懷疑及有人舉報的 一萬五千四百宗個案作複合 證實當中有二百三十戶有住宅物業 部分已經收回單位 或將發收留通知書 香港大球場昨晚進行2026年世界盃 對亞洲區外圍賽中國香港對伊朗賽事 賽前就國歌期間 大批警員在場監視 其後帶走三名觀眾 據了解當就唱國歌的期間 有兩個人無期起床 一個轉面 三人被帶來看台調查 其後被拘捕 警方表示被拘捕的是兩名本地男子 和一名本地女子 年齡介乎18至31歲 涉嫌侮辱國歌 三人以獲准保釋厚查 岁月7月上旬向警方報道 案件交由灣仔警區 重案組第二隊接手調查 警方強調 任何人如果公開和故意 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 直屬犯罪 一經定罪 海署罰款5萬元及監禁三年 市民簽密以身事化